来关心政治焦点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第二度的宴请了党内 缴逐立委失利的几个候选人 而且勉励他们不要气馁 但是这些落选人 还是满腹苦水 黑色西中外套里 特地加了一条围巾 蔡英文顶着十几度的低温 连续两天宴请党内 落选的立委候选人 亲自作动 甚至比几位客人还早到 蔡英文有诚意 也有更深的期许 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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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度强调 没有进入立法院 还是可以耕耘地方 但角逐花莲立委 失利的赖昆臣 建议应该恢复三级党部 才能强化地方实力 拼半年就来吃这个落选餐 这餐很贵 我个人还觉得三级党部 这个应该要恢复 因为民党本身 这个地方的组织都已经很薄弱了 那当初会掉这三级党部 其实是有瓦解掉一些的基层的战斗力 贩局进行到一半 赖昆臣还在脸书发表 赶到台北参加落选人参会 一群落选的人分土苦水 说得很无奈 会谈中也有人将矛头指向 会选问题严重 但党部没有及时处理 蔡英文边听边交代一旁的组织部人员 要做好笔记 把问题清楚记下 最后也承诺 查会工作 不会因为选举而结束 民党输在最惨的地方是 对手 还是用了老套 买票跟做票 以后应该要针对会选的这块 我们要提早做反备 那不能到了选举之后 在选举的最后关头的时候 才就会选再做最后的一个抓会 都已经来不及了 祥英宴请落选的同志 互相勉励更要屈心检讨 三立新闻 林文部苏一生 台北国导 不愿意吗